Hello大家好 我是Jim Pei 今天為各位帶來17季改動懶人包 可以分享給你不想看字的隊友 看了也聽聽你有沒有體留重要的內容 最簡短幾句總結的話 下季的改動算是有改善本季的一堆問題 但一定是還未夠 射手武器的全面增強和滋蹦的nerf 應該是有心想改變高端排位、比賽 所有人都拿滋蹦的問題 廢話不說了 馬上進入主題 第一 17季的地圖輪題 跟流出裡面講的一樣 下季地圖將會是世界邊緣、Olympus和王者峽谷 這三個地圖應該算是近來最受歡迎的組合 其實沒有風暴點和殘月就很多人喜歡 不過我現在猜 開季後應該會有一堆人想起王者峽谷的真名 然後就說排位到世界邊緣或Olympus再叫我 第二 切離塔 下季會帶來一個全新的生存道具 簡短說就是一個可以隨身攜帶的氣球 就是那些在地圖裡本來可以爬上去起飛的位移道具 有很多人擔心這個推出會取代Valkyrie 這個塔跟它的大技有根本上不同 切離塔設置需時而且有血量限制 在緊張的戰場上設置的時候 敵人就可以把它打爆 所以Valkyrie無論是排位還是比賽 仍然是它有它的必要性 第三 武器改動 下季的全套金武器是平衡步槍 三重擊 噴火槍 Mastiff 和電能衝鋒槍 合成器方面 EVA和FurleyFurley離開 變成是轉換者和哨兵入合成器 這兩支放合成器應該沒有太多人會上去買 尤其是轉換者對比其他衝鋒槍 DPS真的太低 比較會用到它的都只是開局剛剛好拿到 地圖上 補庫方面 因為世界邊緣天歐有新增補庫 裝備的掉落率都有更動 包括增加金戰利品生成機率 和補上輕礦可以生出的可能 言下之意是不是之前的補庫 是沒有可能會出輕礦的呢? 我真的不太感覺到這個 然後就是空中飛的戰利品球都有改動 不會再跌小電小補 重生台 白甲和白背囊 大補大電和熱能護盾的機率增加 打到止波不會再有金裝 但打金波出金戰利品的機率又提升 最後是空投武器 下季解放RE45回地面 換進去的是LSTAR 但LSTAR就帶來瘋狂魔改 我已經等不及想進去用一用它 下季見到多少錶給我 LSTAR避彈324 基礎傷害由17-16 但加上干擾者配件 打盾會增加60%傷害 而且其他數值也有增強 子彈大小生長增加 減少了後助力 但也有減弱 拿走的槍管 最厲害的是 子彈改成會穿透敵人 穿透後的傷害保持60% 所以尾圈敵人身貼身 在掩體後面的情況 一管噴下去應該會打出超高的傷害 很想馬上試 其他武器改動包括30-30 儲滿了氣之後子彈大小會增加 這個沒看到其他人有什麼疑問 但我覺得有點奇怪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就是儲滿了才增加大小呢? 那儲到一半跟沒有儲的大小是否一樣呢? 是他寫得不好 還是其實儲一半都會增加? 還是因為做不到 所以滿了才加呢? 如果儲多少就加多少 FurryFurry應該都值得一用 三重擊都是子彈大小增加 儲滿之後子彈的擴散減少 每次射擊改回去只用一顆子彈 這個改動其實是必須的 如果每次開射都用三顆子彈 那我為什麼不用Nemesis呢? 另外裝備紙礦後 彈甲從9發加到10發 最後最後腰射的擴散增加 本來落地拿到三重擊 我還拿來當散彈槍一樣 上季的Meta衝鋒槍R99帶來一個小Nerf 每個彈甲的子彈減一發 看各位的留言和投票都跟我想的一樣 減一發分別應該不是太大 只是射起來沒那麼爽 這些投票都是放在社群文章的 記得多關注了 最後就是電能步槍的Nerf 終於我們都等到了 子彈的使用量仍然是一樣 兩發追彈一槍 大彈甲大小就變成六發 以後每個彈甲只能夠射三槍 而且電能步槍的生成率都減低 雖然說絕對是一個合理的Nerf 但我自己就覺得這個不夠了 每個彈甲射三槍 只是減少過點直接被一個人知死 但如果這裡有兩支甚至三支的電能步槍 結果其實是一樣 更加不要說高端排位和比賽 你過點就幾隊一起知你 每人一槍 你紅甲都變Death Box 電能步槍生成率減低 只是令他更搶手 找到就要撿起來 如果這樣 那不如放入空頭 找到就要撿起來這個描述 本應就比較適合空頭槍 你覺得呢? 另外有一件事令很多人大跌眼鏡 就是上季加入的Metta神槍Nemesis 竟然沒有作出任何對他的改動 如果是這樣 除非三重擊和Furly-Furly出來很厲害 如果不是Metta中距離槍 都是必減死敵的 Nemesis打側腦一秒把敵人蒸發 真的很誇張 第四 英雄改動 首先是每個職業的改動 進攻型英雄可以打開的指揮戰利品紅箱 而在減低配件跳級的情況 例如是你拿著白礦 直接出紙礦的機率減低 另外描具的生成 不再是只為你手上的槍去出 隊友的槍都會計算在內 例如是你兩枝的衝鋒槍 但你隊友拿著追 也有可能會出追頸 最後這一句 為金鏡增加一個特殊掉落率 沒有人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連是增加還是減少機率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算是一個nerf 不再跳級拿配件 也不能只私拿描具 還要看隊友拿什麼 之後支援英雄帶來一個大buff 他們可以打開的智慧戰利品藍箱 下季最少出一顆大電 而且可以開出你已經死了的隊友旗次 最重要的大buff 就是只要你隊中有支援英雄 你的隊友任何人都可以做牌 例如是你的隊伍配置是loba 腐蝕探路者 就算隊友只剩下一個buff 他都可以去做牌 復活整隊 這樣代表下季的重生台會更加搶手 復活都會令很多本來上規的隊友被迫動起來 個別英雄的改動很少 只有三個 幻象由前哨英雄變成支援英雄 算是那個buff 幻象本來也沒有位而忌 復活都有隱形 本應就是支援 Ash開Q的速度終於改了 不再變慢 可以邊跑邊開 而且拿全家寶蹲下的聲音太大的bug 修理了 沒所謂吧 應該很少人有買這個 最重要的第17季改動 Catalyst的大忌終於都會擋著掃描 無論是沉血、施牙還是暗牙的scan 都不能再變成偷視 APAS比賽終於不再是打鑽石圖視的遊戲了 最後也有一堆流動修復 但我只說幾個比較重要 包括獵獸蹲下的bug終於被收 用bug卡進去的補給箱也修理了 沉血已經飛行中的烏鴉不能再被掃 Lobar蹲下但頭仍然會伸出染體外 終於改好 職業生涯數字也不再會調到下一行 撿隊有其次的動作中也可以容繩 還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這裡說混合列表中 中途加入的玩家會有額外經驗 奇怪 說到好像中途加入這個機制有成功過一樣 到底他們還未知道這件事壞了 還是下季已經收好了這個呢 建議各位就不要有期望了 說到期望 下季在今晚凌晨更新 而現在APAS的熱度 也很有可能更新的時候會爆出 就算是不爆也會有一堆流動 沒有以上的問題才是奇怪 所以各位的期望先不要太高 打機開心最重要 要不然就是遊戲玩你 喜歡這條影片的訂閱、Like、支持一波 想抽2150幣買通行證的 和望畫面 更新之後我會做一條新角的技能介紹 還有和其他英雄技能互動的實測 訂閱之後打開的鈴鐺就不會看漏 我是Jimpy 說到這裡 多謝收看 下次條影片再見 是這樣 Bye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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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們下視頻